从1980年开始呢 这个冰川一直回退 然后刚才老师的话呢 讲了一下 说这个冰川的话呢 是有一个人来 然后他把所有的美国的 像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这是哥伦比亚冰川 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名字 他就以大学的名字的话 命名了很多冰川 哈佛大学的冰川也有在里面 后来来了个人的话 他把那个 就分为男校冰川和女校冰川 他把大的冰川 那边是男校冰川 然后女校冰川 回这个另外一个 结果发现呢 全球变短之后呢 男校冰川画得更快 女校冰川呢 画得很慢 所以正是应了这个 现在是这个阴盛阳衰是吧 这样 美国也搞这个是吗 可以看到这个冰川里头 各式各样的 它每天都在变化 这个冰川 我觉得这个四四方方的 特别有意思 看看 一代小冰川 而勧布 更快 我们怎么需要 这con 助转 谢谢观看